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0月14號 0點49分 那這個不朽之旅重生呢 即將在星期四的時候又要來一次大改版 我們的那個台服終於 等到了這個改版 那這次其實每一次那個不朽之旅重生他的改版都是驚天動地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冒險團終於開放第一階了 那第一階之後呢 這是還有這個名課功能 那這些公告我就不一一念了 因為反正這個進 遊戲看活動就可以看到 然後冰裝也有做很多的調整 那我好像沒有看到死空之刃的調整 那混沌風暴 現在我現在轉混沌風暴 好像也有往上調 所以到時候看看狀況怎麼樣 那至於說這個攻擊力好像會上升蠻多的 那不知道說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在推圖會不會好一點 然後因含之旗 護盾受傷害增幅的那個加成還會上調 那所以說就是 你越提升這個傷害的這個增幅 你的護盾就會越強 那是說現在 現在這個時光之刃啊 然後這個什麼 跟那個混沌風暴這樣子這個打法感覺上還是不錯 然後再來隨從調整 怪物調整 有沒有 怪物調整這邊 怪物屬性詳情請見郵件 他有發一封郵件 可是我不小心刪掉 就是大概是講說 萬神寶庫哪個等級啊 敵人的血量怎麼樣 那反正 寫是這樣寫的 但是實際上改了之後會變什麼樣 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到時候改完之後我們再試試看 好那我現在那個萬神寶庫大概是在 90級 97級 98級 然後再往上打就很容易死了 然後bug也修復很多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今天因為說 準備等改版所以說我大概就是解解日常任務 然後不要再花太多資源去刷寶 結果的這在那個什麼改版之前 讓我刷到這一把 混沌風暴 然後是這個 傳承綠色傳承的這個品質 然後終於是這個黑鐵屬性 加50% 蓋攻擊 攻擊增強 所以說 這個東西我刷很久 然後都是刷到一些亂七八糟的 譬如這個 火之子 加15%火屬性傷害 反正就勉強用嘛 那反正就在等改版 結果說 剛剛我用那個什麼紅色長寶圖刷97級 想要刷一些紫色的那個 背部裝備來 來洗屬性的時候 終於刷到這一把 好那我們來稍微重鑄一下吧 看可不可以把那個什麼傷害再進一步提升 然後這是在背包這邊 第一步當然是要把他上鎖 然後其實這個全屬性還不錯 但是 因為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 遺骨之魂有限 所以我全部都是先用免費的 免費沒有的話就是 免費沒有的話 那就是用8個就好 不要鎖定 其實39.9還不錯 我先保存好了 39.9我覺得勉強可以接受 就是雖然說頂的話 可是頂的話應該還會更高 39.9會不會就已經很高了 沒關係我們再刷刷看好了 還可以刷到40幾嗎 39.8 可是這變綠色了 怎麼回事 我先取消好了 先取消看一下 他的上限可以到什麼什麼程度的 這個是在背包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上限可以到80% 80% 39.9 還算是低了 那我還可以慢慢刷 我現在這個這個裝備的等級其實是有機會刷到這個 80% 但是80%我覺得可遇不可求 刷到個560%其實我覺得就不錯了 那就重鑄看看吧 希望我的遺骨之魂夠 才162個 因為那個運氣不是很好 就是刷一刷之後 這個遺骨之魂一下就用完了 鍛造成功率 鍛造成功率其實你可以把他拿來那個 洗那個鍛造券 因為你用這個鍛造成功率的話 你可以就是 怎麼講 鍛造出高等的這個機率會高一些 然後你就可以 刷到高等然後再鍛造失敗 然後再獲得一些鍛造券 所以說有這個鍛造成功率的這個屬性都要把他留著 然後我剛剛就是去倉庫換了一些這個遺骨之魂 反正就是88888然後這樣子刷一刷吧 看可不可以刷到560%攻擊增強喔 哇 越刷越低 這樣這只有15% 好 再刷 百拳 現在應該沒有人用百拳喔 好 再來 希望我的那個 遺忘之魂 說錯了 不是遺骨之魂 希望我的遺忘之魂夠夠刷喔 先讓我刷出一個 我其他屬性先不要 先刷出一個那個攻擊裝備 裝備攻擊增強就好 拜託先讓我刷到 然後現在我可以堪用就好 屬性那麼多都沒有裝備攻擊增強 裝備召喚增強 拜託拜託拜託 讓我這個刷到一個 哇 都沒有 這個是裝備召喚增強 召喚沒有 我不是打這個召喚流 這個只有15.8 越刷越爛 鍛造成功率 我的遺忘之魂越來越少了 我這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結果都沒有 也是沒有 我只剩下最後幾次機會了 感覺上都是黃字 可是 可是效果還是不如直接把這個裝備攻擊增強來的實在 好再刷 我的遺忘之魂要刷光光了 還是沒有 15.8 沒有 疾風刺 疾風刺跟這個混沌風暴沒有什麼關係 刷光光了 看來是沒有出現令人期待的東西 所以說那只好 繼續刷這個萬神寶庫 刷這個遺忘之魂 所以說我的運氣都不是很好 但是還是要把他記得保留 那可是呢就算是這個樣子的 我還是要更換 因為畢竟50%還是差很多 所以我們就直接更換吧 然後我們就更換我剛剛那個39.9% 39.9% 好 那就直接換吧 他的那個分數降了4500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是3823到4360 3823到 我看一下我們看主手好了 主手是現在是16430 然後一個是173 那我這樣子單單只有加39.9的話 然後換上這個50%差多少呢 分數是掉很多啦 分數是掉很多 但是沒有關係喔 就繼承更換 加16的 哇主手一下變到17400多 剛剛是16000多嘛 所以說加了1000多 45065139 那這樣子這個傷害應該是有明顯的提升 那我明天的話 那我就是 雖然說這個這個屬性不是很好 但是每天至少還有免費三次嘛 那就 一望之魂不夠的狀況下去就只好慢慢刷 那怎麼樣獲得一望之魂呢 那就是你萬神保護 慢慢去刷黃裝喔 然後就可以刷到一對 一望之魂了 但是火把也要供了 可是不建議說現在刷 因為這個 這一次改版 有一個改版項目是說那個 紫色的怪 原先你打紫色的怪是 要耗費3點體力 譬如說這個紫色的怪 我現在是3084嘛 我去打他 變3081 他要消耗3個火把 這次火把這次修改之後 他好像會變成是說 原先打紫色的怪會需要3個火把 現在只需要1格 那我在刷這個一望之魂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順便刷裝 刷紅色的裝這樣子 那打法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先用那個 顯形 然後花兩個那個惡魔之眼 然後讓那個魔王的位置出現 然後再一路走到魔王這樣子 這樣子大概可以花費比較少的火把 然後再加上這個戰鬥3倍數 整體來說 刷一場這個地圖 大概只需要花到 3分鐘 3分鐘其實也是蠻久的啦 那但是這樣子刷一場之後 可以掉大概兩三件黃裝吧 如果是黃裝的話 一件就是 一件就是一個 一望之魂 如果是綠裝的話 就是兩個 如果是紅裝的話 就是4個 那我都是刷這個 T92的中樓 因為我覺得中樓的魔王比較好打 所以說你在打那個 外城堡或是路線 你可能要看一下 看走到最後面的時候 你預計是停在哪一個類型的這個地圖 因為每個地圖 他會出現的魔王不一樣 有些魔王好打 有些不好打 像這樣子的話 就是打到一個雷神之矛 雷神之矛的話 這個回收的話 就只有一個 所以說運氣不是很好 一般來說 至少都會有兩個 這樣子就只有獲得一個 這一望之魂 好 那所以說呢 因為說即將改版 所以說我這個 我原先有空的時候我就會這樣子 花一個這個藍色的長寶圖 然後刷一刷 因為其實我現在這個萬神寶庫的難度 T92就有機率出現紅裝了 那這紅裝他雖然說造型是一個鎧甲 但是他這個鎧甲的意思其實說是所有房具都有機會掉 所以我現在目前我也有一個紅色的這個 紅色的這個手部跟這個 紅色的這個衣服 那紅色這個手部呢 我運氣很好 今天這樣子 重駐應該說昨天的重駐一次 就讓我刷到這個傷害提高24% 所以這個差別非常非常大 所以說如果說你有這個紅色手部的話 建議你刷一下這個傷害 這個增傷效果提高24% 對這個整體的這個傷害那個增加的幅度 其實差很多 因為我如果我原先是這個傷害提高只有8% 後來我刷到24%之後 我的那個增傷的幅度好像加了1000多% 就是他那個是一直疊加上去的 我看可不可以看到看到一些測試 我再推一次這個92T92這關卡好了 好 顯形 魔王在那麼遠的地方 來看一下 我現在是增幅是2812 然後現在是4859 然後5542 這場戰鬥太快了 有沒有比較難一點的 這個是紫色的 應該會打久一點 5179 5643 6186 我原先用這個8%的話我大概只有在5000 5000左右然後4000多 那我換到這隻手的話 有時候就很容易跳到6-7000 5900 6200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說那個 防具增傷非常重要 尤其是這個手部 手部非常建議說先刷到一個這個高傷的東西 對這個 撐傷害來說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這個陰寒之期啊 他又是吃這個 這個護盾效果會受到角色傷害增幅的20%加成 這次改版也會 提升這個傷害增幅的這個效果 所以說 這是怎麼樣把自己的這個傷害撐高 傷害撐高之後你再使用這個陰寒之期的話 你基本上護盾量就不用怕了 然後再加上這個不死騰的這一個 非常OP的這個技能 只要是 只要是打單體的話 打前面的他扛在前面 就算他收到 他就算受到無限大的這個傷害 基本上他死掉也也是只有扣這個 他本身不死騰的50%的血 那基本上 你用你的攻擊啊 一吸啊或是護盾量啊 根本就扣不死人了 好 那所以我們就期待這個 兩天後星期四的改版吧 然後 如果說想要看到一些這個什麼 相關改版的一些內容 在這個左下角活動這邊 就可以看到 超級長 露露的 所以每一次改版都是驚天動地 好那希望說這次改版之後可以給玩家的體驗感比較好 然後 讓我的這個萬神寶庫可以多刷幾層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